电影爱瞎看 陪你看大山 欢迎来到瞎间看 我是老二 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有鬼就在人的心里 这是探灵侦探薄寒曾经无比坚信的话 然而现在看来这句话却不再坚不可摧 在接连见识了鬼鹰 红莲鬼和鹰间报道后 薄寒的内心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他又会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案件呢 欢迎大家和老二一起收看探灵档案 第四集 明通快递 清晨一早 薄寒收到了一份明通快递 那是他新购买的平板电脑 可就在这时 快递公司老板荣浩却打来了电话 原来两人是多年的好友 但此时的荣浩仿佛有着什么难言之意 坚持要和薄寒当面谈谈 他的困惑来源于祭奠新人的纸扎品 那是对死者的尊敬 或者说是活着人的自我安慰 这风俗早在1500年前就有了 薄寒并不在意 可荣浩却是眉头紧皱 因为自从父亲一个月前去世开始 他家门口便会奇怪的出现纸扎品 而且是各种电子产品的纸扎品 这很可能跟荣浩的女儿婷婷有关 因为他相信如果爷爷还活着的话 一定会给自己买喜爱的电子产品 现在收到了平板电脑 那么接下来还会收到一部纸扎的手机 这些信息全都来自婷婷的画作 假如画作成真 那送来纸扎品的不就是鬼吗 但薄寒不会这么想 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有鬼 就在人的心里 他坚信做这件事的肯定是人 荣浩又有这样的猜想 所以他已经在家门口安装了监控 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盯着监控了 当薄寒等了很久 门外没有丝毫动静 直到一脸不安的荣浩将他叫醒 等几人来到家门口时 竟真的看到了一部纸扎手机 看样子和之前的平板电脑 应该出自同一人之手 薄寒立刻决定跟上婷婷 查看此事还有谁知道 果不其然 婷婷和要好的同学小亮 说起了自己的愿望 他很想要一部属于自己的平板电脑 如果爷爷还在的话 一定会买给自己 看到这里 薄寒心中有了几分猜想 他加装了新的摄像头 保证荣浩家门前没有视野盲区 随后便在婷婷和小亮面前 玩起了最新款的平板电脑 这立刻引起了两个孩子的兴趣 只是当婷婷要求父亲也给自己买时 却被父母严令拒绝了 小亮紧盯着充满渴望的婷婷 又拿起薄寒的平板电脑仔细端详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一旁的薄寒正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等到夜晚时分 薄寒已经有了猜测 荣浩家门口还会出现纸扎品 而且是最新款的迷你平板电脑 至于原因他并没有解释 只是最重要的监控其实是有着视野死角的 对于单镜头的监控来说 他的正下方一平米内就是他的死角 一般情况下监控器的监控角度是够用的 但是如果经由非专业人员安装的话 就会忽视监视器镜头视角的问题 最终造成大面积的死角 花音刚落 监控的画面中果然有人影闪过 几人急忙冲下楼抓住了郑玉离去的小亮 原来家门口莫名出现的纸扎品 正是小亮送来的 他不忍看婷婷伤心 便自己动手做了纸扎的电子产品送给婷婷 终于搞清了真相 荣浩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薄寒也很开心帮朋友解决了困惑 只是他们都不知道 此时的婷婷正在楼上 摆弄着红色的纸扎平板电脑 而且那纸扎品竟然真的开机启动了 等薄寒回到公司时 这才发现了不同 出现在荣浩家门口的纸扎品有两种 一种是白色的纸张 上面写有小亮的名字 而另一种正是婷婷手中能够开机的红色纸张 上面写有四个大字 明通快递 正巧这时 快递员找上门来 他一眼便认出了薄寒手中的明通快递 那不正是荣浩父亲下葬那天 荣浩让人做出的纸扎快递公司的产品吗 他还特地把公司名字中的名改成了冥界的名 听到这话 薄寒顿感不妙 他重新查看起监控录像 果然发现了异样 墙边的树后仿佛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薄寒调满速度放大 一看顿时被吓得浑身颤抖 因为术后出现的正是荣浩已死的父亲 他不敢置信般拿起明通快递 谁知这纸扎的平板电脑竟也启动了 而且屏幕之上赫然是荣浩父亲的遗像 下一刻 那阴寒的面容猛的绽放出一抹笑容 薄寒心中已经急忙出门烧掉了所有纸扎品 得平复过心情 他一字不漏的记录下了探灵档案 但这一次他看着屏幕许久许久 最终还是扇了个一干二净 可存在于薄寒房间中的那股未知力量 还是帮他写出了事实 第五集酒店未防 不知不觉间 网络上关于探灵侦探的事情越来越多 薄寒一夜爆红 几乎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一家酒店的经理就慕名而来 酒店近期出现了一些怪事 顾客离奇的身体无法动弹 还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 听到奇怪的流水声 这样的描述让薄寒之言 意思是有女鬼了 但酒店经理急忙否认 他根本不相信有鬼 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有鬼 就在人的心里 只是这一次的薄寒欲言又止 他对自己始终坚信的东西动摇了 原因不是别的 正是他经历过的一次次的案件 可既然酒店找上门来 调查还是要进行的 根据酒店近半年的记录来看 出事的房间都是每一层的最后一间 而且住客只要是住一天 就不会有事发生 这其中肯定有着什么人为的因素存在 薄寒立刻查看起酒店的平面图 他的目光落在了空调和管道上 无意中他发现空调出风口正下方 有着一滩滴落的水迹 就在查看之时薄寒意外撞到了保洁人员 对方知道薄寒的身份 可他还是忍不住告诫其薄寒 这里是宾馆的尾房 在开柜子时一定要先敲三下 不用的柜子就不要随便打开 还要在屋中留点不见光的地方 而且拖鞋也不要摆得太过整齐 不然那些看不到的朋友会认为是留给他们穿的 之所以如此保洁人员声称是一楼最后一间房中有东西想要升天 这个房间可能有东西压着他升不上去 所以他不断的从下面升上来又从上面往下去 整个过程非常的痛苦 所有酒店的尾房都有着不同的诡异 说完这些保洁人员急忙投入工作之中 也不管薄寒信与不信 他也不会知道著名的探灵侦探已经对自己有了怀疑 就像他对Tommy的回复一般 薄寒是不是过于迷信科学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呢 Tommy的回答模棱两可 因为科学通过理性实验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推翻自己 可现在的薄寒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干嘛了 不过该进行的调查还是要继续 他已经找到了答案 酒店采用的排气系统是横向设计 空气会从第一间房一直飘到最后一间 从右往左从下到上 空气会集中在酒店的916房一起排出去 而酒店的排水横直管是一个串联系统 这条排水系统中会含有一氧化碳甲烷等有毒气体 还会伴随有传染病细菌 系统连接着每间房 唯一的保护措施就是地漏水风 而每间房都有管道漏水的情况 这就是地漏失去水风的表现 管道中的气体就会反向流出 使得这些管道变成了疾病传播的通道 酒店的问题正是出在了排水管道上 住户在第一天就会受到毒气的感染 第二天就会迅速发病 当空气中的硫化氢超过20%的时候 人就会心跳加速意识模糊 至于为什么会有人感觉自己动不了 则是因为睡眠瘫痪 也就是常言说的鬼压床 在快速动眼期内 大脑意外提前清醒过来 会迅速把本该在醒前发送的信号发送出去 这样会造成信号混乱 越想动就越动不了 916这个房间充满毒气又非常缺氧 很容易让人产生睡眠瘫痪的情况 一般解释下来 酒店经理豁然开朗 博涵同样一脸轻松 长久的高强度工作让他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等到薄涵再次睁开双眼 月亮已经当空高挂 只是清醒过来的他却发现自己怎么也动不了了 猛然间房顶处不断有水滴掉落 薄涵定睛望去 面前正有着一袭白裙的女人漂浮在空中 他浑身湿透 水滴正是来自女人身上 一双眼睛诡异的放大圆凳 渐渐向着薄涵靠近 直到一人一鬼四目相对 女人这才停下了动作 看着近在咫尺的骇人女鬼 薄涵只觉得亡魂结冒 他想起了保洁人员的话 从下面升上来 又从上面往下去 女鬼如此往复 不断压迫着薄涵濒临崩溃的精神 他用尽力气一正 终于站起身来 女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可薄涵再也不敢多待下去 谁知刚一出门 工作人员却告诉了他另一个消息 其实曾有一个女人躺在浴缸中了结了自己 那女人死的时候穿的正是一身白衣 这一次薄涵彻底迷茫了 他很想问Tommy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鬼 可话到了嘴边终归是没有说出口 而关于酒店916房间中的女鬼 薄涵选择记录在了探灵档案中 只是如同之前所有的档案一般 书写完成后再次被薄涵自我否定 真正帮他记下真相的仍是那股未知的神秘力量 第六集十个电邮 清晨的薄涵账户中突然收到了十万元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封神秘的电子邮件 邮件的发送者名叫佩元 他一年前大学毕业进入当地知名的公司 不料佩元和老板徐俊善产生感情 他在明知老板有家事的情况下选择做了老板的情人 但最近一段时间老板对佩元的态度越来越差 前几天还把佩元关在了一个黑屋里 现在的佩元走投无路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 只能通过电子邮件求助于声明确起的博涵 看到这里博涵立刻回复起来 想要询问佩元更多信息 谁知博涵的电子邮件却怎么也发不出去 无奈之下他只能求助于Tommy 查找电子邮件的来源 而收到了十万元的汇款 博涵一下子就解决了房租问题 但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博涵当即来到徐俊善的公司调查情况 他假扮成面试者坐在门外等待 还不带博涵进屋 同样身为面试者的程序员 便为他提供了诸多信息 徐俊善有着莫名其妙的强迫症 他一定要自己的员工外衣穿蓝色 里面穿白色 而且徐俊善的审美也很独特 就像他选择的门把手 一般人根本不会用 徐俊善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很怕老婆 就像前段时间 徐俊善突然卖掉了一处房产 导致老婆大闹公司搞得人尽皆知 这些信息全部来源于网络 程序员把公司管理层的微博 全部看了一遍 汇总出了公司的大小传闻 这份细心和对于网络的敏感 正是博涵所欠缺的 他顿时对面前的程序员心生招募之意 不过博涵也有自己擅长的 那就是福尔摩斯演绎法 根据程序员的面相来看 他头发前遮不住眼 侧不到耳 厚不过领子 相貌平平动作拘谨 戴着眼镜 头发上有油渍 手腕上有表痕 代表昨晚熬夜准备出门忘记代表 长期使用电脑造成脸皮粗糙 但是手腕上减少 说明长期使用键盘 由此可见 程序员的身份不言而喻 只是现在的博涵没心思考虑这些 得到信息的他已经不用面试了 没成想 刚一进门 电子邮件再次传来消息 依然是配员发来的 他说自己非常害怕 希望博涵快来救自己 这里好冷好冷 博涵一脸诧异 匆忙打了几个字回复过去 谁知这一次依然显示信息发送失败 就在这时 Tommy已经查到了电子邮件的IP地址 事不宜迟 博涵立刻找上门去 这户的主人名为张子宇 刚一见面之下 他竟说自己也正想去找博涵 原来近一段时间以来 子宇总是重复的做着奇怪的梦 一个女孩让子宇快点把他救出来 还让他把十万块钱打到一个账户上 如果不照做 那女孩就不会放过子宇 梦中的女孩原本温柔甜美 然而短短片刻 女孩便面目阴森 想及了索命的厉鬼 子宇心中害怕不宜 也就跟着照做了 而那个账户正是博涵的 那莫名汇入的十万块 就是子宇打给博涵的 这样说来 那九封无法回复的电子邮件 也是子宇发给博涵的呢 不想听了这话的子宇一脸莫名其妙 他根本没有发过电子邮件 而且家中的网络也是今天才开通的 他根本不知道博涵的邮箱名 子宇也是刚刚搬进这里的 所以那些奇怪的邮件 根本就不是他发的 说话间 博涵看到了屋中怪异的门把手 这不正是和徐俊善公司的一模一样吗 博涵越想越不对劲 质问这房子是不是徐俊善的 结果真的如此 子宇正是从徐俊善手中买来的房子 得到了答案 博涵心中已然有了猜想 他盯住子宇不要再和徐俊善做朋友 同时准备打电话报警 如果一会看到什么千万别害怕 话音刚落 博涵静止走到浴缸边 他上下一敲 很快找到了一处空心的地方 博涵拿起工具狠狠砸了下去 当看清里面藏着的东西时 博涵和子宇全都愣在了原地 那是一具早已化为枯骨的尸体 他正是配源 而凶手自然就是徐俊善 这次的案件轻松解决 博涵有了难得的轻松 就连他自己也没发现 这次的案件侦破中 他没有用到所谓的科学 而是跟着自己心之所想 去付诸行动 博涵为自己倒了杯酒 歉意的看着徐俊善被捕的新闻 可就在这时 那属于子宇却又不是子宇的IP地址 发来了第十封邮件 谢谢你 这次博涵没有了之前的惊讶和恐惧 他仿佛早已想到了这些 因为他很肯定 这封邮件的作者就是死去的配源 体验过这么多次的撞毁经历 博涵不由的感慨 事物的真假真的很难评判 唯一能验证他的只有事件 想到这里 博涵还是选择删掉了全部的探灵档案 然而那无人的键盘再次凭空启动 卸下了配源对博涵的感谢 本集完 经历过五次撞毁体验 博涵已经下意识的忘记了科学 在第六集中 他其实很早就猜到了结局 所以博涵会顺着邮件的指引 立刻找出配源的尸体 而在收到鬼魂的感谢邮件时 博涵也没有了以往的惊恐 反倒是有着说不出的轻松 或许他之后再也不用困惑 也不用煎熬在科学和迷信之间了 同样博涵也很难再说出那句话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有鬼 就在人的心里 只是剧情发展到现在 关于神秘人Tommy的身份 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但是他好像时刻都在博涵的身边 对博涵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 那Tommy到底是不是微微呢 咱们一起拭目以待吧